WiFi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了 在公共场所里,我们总是会不断地尝试连接WiFi 为了能够更快更稳定地处理社交和娱乐活动 所以它在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WiFi信号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它并不是无影无踪的 嗨科普兰,闪电哥今天带来WiFi的真实面目 加拿大的一名工程师和编码程序员 共同研究如何利用电波望远镜 来拍摄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频谱产生的现象 而WiFi就属于电磁频谱里的一种频率 研究人员利用电波技术来连接波段的发送点和接收器 这些电波在空气中传播时 通过天线连接的路由器就会产生一个磁场 而他们通过研究和拍摄WiFi无线网络的磁场 来揭开WiFi的真实面貌 首先,研究人员制造了一个能够拍摄电波的小型望远镜 并且利用编码和设计程序来进行控制 它用于接收来自空气中的无线电波 电波望远镜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叠形天线、接收器、检测器和分析仪 同时研究人员还布置了一些天线和路由器 因为路由器是电波其中的地方 它的周围会有较强的磁场 研究人员通过不停的实验 最终完成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拍摄 他们一共读取了5.7GB的数据 最后WiFi的真实面目正式被揭开 分析出来的电波图片里 路由器所在的地方磁场颜色最为鲜亮 而且WiFi就是由一条条彩色曲线排列组成的 研究人员把WiFi电波图和实景照片做了比对 更清楚地核对和证实了WiFi的存在 随后研究人员又去室外 用360度全视角来拍摄附近的建筑物 他们想知道如果透过墙壁 是否仍然可以拍到WiFi的足迹呢 经过4个小时的拍摄 他们进行重新编码和分析 之后第二张照片也被洗了出来 研究人员除了捕获到研究室和邻居家里的 路由器的磁场外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磁场迹象 或许这些信号来自更远的住户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小型电波望远镜 接收数据的距离可以达到更远 如果这个数据加以改善 再配用超高速网络的话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不仅可以用它来看七彩祥云般的WiFi 还可以更好地改变整个世界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下期带来精彩的内容 小型电波望远镜